明星不红就活该被欺负嘛 薛志倩在一档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刚出道时的一件事 当时还戏新人的薛志倩上台做自我介绍 谁知道话还没说几句 旁边就传来了主持人的催促声 不耐烦的语气中甚至还夹带着脏话 张小伟孙倩参加节目被分到一组表演 当时孙倩凭倩甄嬛传的锦细姑姑笑容明气 而张小斐还没有出演你好李欢英 只是一个小透明演员 于是孙倩站着自己年龄大就开始作妖 在别族演员都开始排练的时候 他坚持要先捋剧本 中间甚至拒绝和张小斐对此 就算导演上前选说他依旧无动于衷 气得张小斐崩溃大哭 还有在另一档节目中 许多当初明星围在一起吃饭 张小斐过来时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位子 他站在原地尴尬的来回转悠 最后还是甲林出面 让工作人员给他拿了个凳子 这才缓进了他的尴尬 赵令人成名前参加缓注谱歌拍摄 因为是新人又没有靠山 导演一不高兴就拿他当出气筒 其他工作人员见状也开始顾虑他 除新人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唯独没有叫赵丽颖 后来还是张热亲自给丽颖煮了一碗面 我在过年的时候 请你房间里面吃饭 没有人陪我吃饭 我记得我其他的房间里面 他给我做个饭吃 赵丽颖和朱子晓 在公所沉乡中曾有一段大齿如屑 按理说拍这种片段的时候都会经常 然而当时导演并没有让其他人都出去 赵丽颖人为言轻根本无法提出要求 于是他就在整个剧组的围观下拍摸了那场戏 杨迪刚出道时 在电视台的引荐下去拜访喜剧大师李柏青 未表示尊重 他特意将带的两个手机都关了机 结果没想到自己一番卖力的表演 最后被李柏青屁的什么都不是 杨迪虽然伤心 但还是礼貌性的和对方握手言气 此料对面的李柏青猛的就将手抽出 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这个举动让杨迪尴尬不已 他忍住眼泪 赶忙出门离开了 王一柏刚出道参加颁奖礼时 身为主持人的张大大念了所有人的名字 唯独没有念王一柏 不知所措的他在座位上愣了好一会儿 才站起来跟上队友 真若少无助的样子 看了真让人心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